喂!你試償! 由天空望下去,圓圓村就好像一個冬甩一樣 一間間屋就好像灑上各種顏色的朱古力米 村裡的人都有圓圓的鼻、圓圓的眼睛、圓圓的臉和圓圓的身體 有些有圓圓的髮型,留著圓圓的鬍鬚 還有些戴著圓帽,對腳穿著圓頭鞋 村裡的物品都是圓的,路邊有圓圓的路燈 圓圓的樹,擺著圓圓的長椅 河邊有圓圓的石春,還種了很多圓圓的西瓜 夏天來了,村民都看著採集圓圓的水果 大家都拿著圓圓的大剪刀 咳嗽咳嗽地剪下圓圓的果實 西瓜田旁邊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男人 他戴著尖尖的帽,有尖尖的鬍鬚和尖尖的下巴 手上還拿著一把尖尖的鐵剪刀 正用鬼鼠的三角眼左顧右盼 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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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定是来偷西瓜的 村长和他的小狗气喘喘地追上去 尖尖人踢了牆角的垃圾桶 吓醒了牆上的大骨猫 尖尖的剪刀刀穿了小朋友的气球 一路走到公园里 快点捉住小偷啊 圆圆的村民全部都跑出来 一寸长长好像汤圆的人龙 紧紧追着尖尖人 一声尖尖人遇到一个庞言大物 原来是一位面上挂着微笑的老先生 西瓜伯快点捉住那个人 为什么要捉住他呢? 他和我们生得不一样 还拿着一把大剪刀 肯定是坏人来的 你们都误会了 他是尖尖村的阿三 我田里面的西瓜大丰收 所以请他来帮忙啊 西瓜伯笑呵呵地解释 对不起啊 我们误会了 一帮村民面都红了 好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大家怕了这么久 我请大家吃西瓜 西瓜白笑咪咪地说 我来帮大家切西瓜啦 阿三拿起尖尖的剪刀 啾啾啾啾 一下子就切好了 圆圆村的村民终于松一口气 每个人都拿着西瓜在河边上面排排坐 阿三被大家包围 咬一口西瓜笑得好开心啊